作为X战惊宇宙最具压迫感的两个反派 天启和哨兵机器人到底谁更强呢 他们都是携带了无数种超能力的恐怖存在 并且都可以对其他变种人的异能展开吸收和强化 今天就从电影里各自的表现来推断出他们的实力究竟谁更强 首先哨兵的核心技能就是吸收变异者的超能力 不仅能在触碰目标技能的刹那间获得这种能力 还可以强化后再共享给同类 这就使得他们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但细心的小伙伴应该也发现了 哨兵只能吸收四级以下变种人的异能 也就是那些拥有具象化能力的变种人才可以被吸收 而那些高级的能力却无法获得 相比之下天启吸收超能力的范围就要大得多 几乎是可以吸收任何人的超能力 如果有条件凤凰之力也不在话下 从吸收能力的形式与数量来看 天启绝对是要比哨兵强的 可是电影中也充分暴露出他吸收能力时的致命缺点 那就是太脆了 在意识转移的过程中 他长时间会处于昏迷阶段 因此一旦有人想要攻气不备 他凉凉的概率会非常的大 哨兵明显没有这样的顾虑 他们都是瞬间完成吸收转化 再到利用的 这样看来两人各有千秋 不好直接下定论说谁更强 接下来就再来看看他们各自的身体强度 哨兵的身体都是用特殊纳米材料建造而成的 因此万磁王也对他们束手无策 而纳米材料最大的优势在于 可以承受分子的极端变化 这也就是他们能在不同情况下 顺利切换形态的原因 可惜的是 哨兵并没有被设计成拥有恢复能力 一旦有超高强度的爆炸 或者巨大的拉扯力 他们就会失去战斗力 人海战术也算是弥补了这个缺点 再来看天启的身体强度 几乎是接近完美的 不仅无视所有无抗 还有着比死士金刚狼更强悍的自愈能力 搭配上摧枯拉朽的腐化技能 这也是天启能千古留存的原因 这样看来天启的综合实力 应该是碾压哨兵的 要不然为何在逆转未来之前 要先把秦宇天启先送走了 就是因为如果这两个人物还健在的话 哨兵都不可能被造出来 即便被造出来还更强了 也会被轻松秒杀毫无悬念 也就不会有全体变种人被歼灭的故事了 有人会说哨兵的数量才是关键 但在天启眼里 这没有多大影响 一招操纵分子分离数 只要哨兵的材质还是地球上的产物 那么都会被彻底分解 无法做出任何抵抗